三角穴第25课 布兰德利发给了我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他姓什么 假设他是男的 我不知道他住哪 但是他给我的问题很有趣 我想在这之前没有设计过 所以我们认为值得研究 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 他给的这个问题是 3乘以sinx的平方 等于1加上cosx 乍一看 这个好像是个难题 你们求不出x 你们已经学过反正线函数 平方根 余线函数等等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 任何时候如果看到cosx 这边是个cosx 那么但是那边是个sinx的平方 我就开始想 能用什么三角公式解决 什么三角公式涉及到sinx的平方呢 最基本的三角公式 来源于三角函数 在单位圆中的定义 那就是sinx的平方 加上cosx的平方 等于1 它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圆的方程式 x平方加上y平方 等于半径的平方 但是这是单位圆 所以等于1的平方 但无论如何 如果你们一直在观看三角函数的视频 希望你们还记得这些 sinx的平方等于什么 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sinx的平方 等于1减去cosx的平方 对吗 所以我们用这个 替代这部分 这样能得到什么 我们现在随意展开 但至少 每一部分都与cosx有关 开始做吧 我们替换一下 所以就得到3乘以sinx的平方 刚刚说过 sinx的平方 等于1减去cosx的平方 就等于1加上cosx 我们可以稍微简化一下 3减去3乘以cosx的平方 等于1加上cosx 我不知道 仅仅为了好玩 我们把所有的都移到 方程的右边 然后你们会发现 这不仅仅是为了好玩 0对吗 我将要等于 我把这部分 放到右边 3乘以cosx的平方 然后看一下 从这边提出3 现在只关于cosx了 加上cosx 1减3 等于-2 确认一下 没有因粗心犯错 这里是-3 两边同时加3 乘以cosx的平方 对吗 两边同时减3 -2 这个cos就是上面 那个cosx 现在能做什么呢 从这里开始变得有趣了 因为这看起来 极像一个二次方程式 只是不是a乘以x方 加上b乘以x 加上c的形式 我们有a乘以cosx的平方 而不是x的平方 而是整个cosx的平方 我这是说的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做个代换 我认为对你们来说 就很清晰了 我们来做个代换 a我随便选了个字母a 等于cosx 如果我们用a 代换cosx 然后得到了什么 我转换一下 我把0放到另一边 等于0 然后我们得到cosx的平方 就是等于cosx的平方 对吗 得到3乘以a一方 加上a减去2 等于0 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 纯二次式 我们可以用二次方程求解 这个二次方程是什么 我把它写在这 负b 加或减 跟下b方 减4ac 这些全除以2a 这个方程的根是什么 减去 记住这个a和这个a不一样 或许我当初不应该用a代换 但是这些abc 在这个二次方程中代表系数 这是ab等于1 c等于负2 所以这个方程的根是什么 a就解出来了 a等于 我知道让你们困惑了 我用另一种方式写改一下 不用a代换cosx 比方说我不知道 我选一个这里面不包含的字母 比方说d 3乘以d方 加上d减2 现在abc清楚地表示了系数 方程的解是d 因为我不想用abc d等于负的b b等于1 b等于1 负1 如果你觉得这完全陌生 大家应该复习一下二次方程的视频 b方 等于1方 减去4ac 所以负4乘以a乘3乘c 所以负4乘以a乘3乘c 这个等于负1加减5除以6 根是什么呢 根是负1减5等于什么 等于负6除以6等于负1 另一个根 负1加5是4 4除以6等于3分之2 所以方程的解 我清除点空间来 希望能空出点地方来 我看一下 我清除了些什么 哦 或许我想留着 我可以去掉这些 你们知道这个方程吧 你们也许知道这个二次式吧 看一下 我把这些也去掉 清除一点空间来了 我想把这个留着 因为这些表明了 怎么化成二次式的 我们并不是用变量a的形式 而是用cosx的形式 然后让d等于cosx 无论如何 方程的解是这个二次式 d等于负1 或者3分之2 对吗 但是当然之前 我们做了个代换 d等于cosx 所以用x的形式表示的解 就是这个方程的解 cosx等于负1 或者cosx等于3分之2 这个方程简单吧 x等于 rkcosx 负1 当计算 当计算rkcos时 我经常忘了 这里是否有两个c 哪个角或弧度的余弦 等于负1呢 是π对吗 所以x可以等于 所以x可以等于π 也就是180度 答案没那么简单 我认为我应该用计算器 除非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谷格是个不错的计算器 比大部分计算器都要先进 我们可以用谷格算出 rkcos2分之2开始做吧 rkcos 不知道我拼写的是否正确 谷格算出来 是0.841 后面一大堆数字 所以x等于rkcos2分之2 所以x等于0.84106 看一下对不 为了好玩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成立不 看一下如果把π带入方程 能不能得到正确结果 7π等于什么 我把这些都擦去 以便我们检查 我只检查π0.84 我不知道这很乱 但你们可以自己用0.84检验一下 让我们检验一下π x等于 不对 这不是我要做的 确定一下π是合适的 3乘以 sineπ的平方 等于1加cosπ sineπ等于多少 这边等于3乘以sineπ的平方 这边等于1加cosπ sineπ等于0 对吗 当180度角是y的直是0 所以它等于0 cosπ等于什么 cosπ等于负1 所以1加负1等于0 这是正确的 所以π是这个等式的解 我想如果你们把0.841068 带入方程 你会发现它也是方程的解 感谢布兰德利给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巧妙的问题 它是一个三角学问题 它是一个三角学问题 但是你们还必须知道一些横等式 然后你们会意识到 这个是一个二次方程 下次视频再见